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在這一節我們一起去跟進一下大陸方面的最新情況 有三宗消息要和大家分享 第一宗消息就是根據《華爾街日報》的報導所說 騰訊副總裁張峰是遭到大陸當局的拘留 第二宗消息就是美國電動汽車製造商特斯拉 特斯拉遭到大陸五個部門共同的約談 特斯拉發表了一份聲明 說他們誠懇地接受政府部門的領導 而且對於不足會進行深刻的反思 第三宗消息就是東盟十國做了一個民意調查 結果顯示有高達六成三的民眾 是不信任中國會做一些對的事 在說之前首先要呼籲各位有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先講講《華爾街日報》那篇爆料 他們引述了一名消息人士提到 說騰訊副總裁張峰被大陸當局拘留 還說自從去年年初以來 張峰因為涉嫌未經授權地 分享經過微信收集回來的個人數據 一直受到反貪腐調查 張峰涉嫌將微信數據 移交給前公安部副部長孫力軍 孫力軍現在也是接受調查當中 彭博社也有報導這件事 他們說騰訊確認張峰受到調查 但是就說張峰不是公司的管理層 被調查的原因 就跟他個人的貪腐指控有關 跟微信無關 而主席馬化騰也沒有受到調查 即是說現在只是有張峰落網 暫時就未波及到馬化騰 不過在去年5月的時候 馬化騰也傳出過一些不利消息 他就因為健康原因 是沒有出席到兩會 這個當然是很耐人尋味 到底馬化騰有什麼嚴重的健康原因 是連兩會都要缺席 當時就有人質疑 其實他就想走一條低調的路線 去到去年10月的時候 大家知道馬雲出了事 可能他真的要刻意保持低調 避免不利也不一定 現在張峰就出了事 究竟這一團火會不會繼續往上燒 燒到他身上 暫時就未曾知道 但是這件事就反映得到 大陸有些巨型企業 似乎就算他怎樣配合政權也好 如果真的要向他們開刀的時候 其實都難免會遭逢同一個命運 就是被如取如攜 至於第二單消息 就是跟美國電動車製造商特斯拉有關 前兩天 特斯拉就被大陸五個部門共同來約談 其實整件事的起因是甚麼呢 就是在上個月 上海有一輛特斯拉的電動車 忽然之間就起火 整輛車就燒著了 當有關部門進行調查的時候 Tesla就聰明不切走出來 說起火原因是車主 將電動車駛進地下停車場的時候 撞擊到地面 導致電池起火 不過有媒體去到現場進行撼拆之後就說 這個地下停車場其實那個斜度都很平緩 就不會造成所謂的衝擊導致電池起火 而官方新華網更加發佈了一篇文章 去諷刺Tesla 當然在網上就有更多網民 對於Tesla極盡嘲諷之能事 換言之 整件事的導火線 都可以說是Tesla自己給位人入 不過這個當然就是一個表面的原因 我們看看Tesla到底的回應是什麼 他們就發表了一份聲明 說特斯拉誠懇接受政府部門的領導 並深刻反思 公司在經營過程中存在的不足 全面加強自檢自查 他們將會嚴格遵守中國的法律法規 始終尊重消費者的權益 接下來那段就說了很多門面的說話 大概說我們將會如何改善我們的工作 如何反應消費者的意見 諸如此類 到底Tesla被約談 暗鉗真正的原因是什麼呢 有媒體認為 大陸是想試圖壓制Tesla的發展 為什麼呢 因為Tesla所生產的電動車 無論在品質或價格方面 都在中國的同業當中 具有極大的競爭優勢 中國很多電動車的生產企業 就算拿到大陸政府的財政補貼也好 都難以跟Tesla來匹敵 於是嘗試去尋找Tesla的產品漏洞進行攻擊 比如說剛剛發生的這一宗 汽車燃銷事件 其實根據數據顯示 在去年的下半年 Tesla只是出現過14宗事故 在數字上其實是很低的 因為他一年生產這麼多台汽車 有關於品質方面的事故只有14宗 老實說不是算很多 但是往往這些大品牌 這些貴價車 肯定是會遭到別人的特別注視 14宗你說是多是少 老實說其他品牌可能更多 不過沒有人報導沒有人關心而已 但是沒有辦法 因為你特斯拉又要在大陸賺錢 肯定就是會被人盯緊 此外在大陸的網絡論壇上 現在又吹緊一陣風 就說特斯拉的電動車 可以用作成為 獲取大陸機密情報的工具 因為這些電動車的雷達、探頭 可以被間諜利用 而且還可以把機密的資訊傳給美國軍方 一提到這些機密情報、間諜的議題 那團火肯定會燒到很猛 因為一提到這些就相當敏感 到底特斯拉的電動車 是不是真的有這方面的功能呢 我都不懂得判斷 因為我沒有擁有過這些汽車 只不過 現在大陸有些論壇吹這陣風出來 就可以說是空月來風 未必無因的 為什麼毛尼頭會吹這些風氣呢 又不見他講其他品牌的汽車 是不是有意 再進一步針對特斯拉 我們就可以再度觀察了 還有一個因素 就是特斯拉創辦人馬斯克 他本人的言論都是相當惹火的 比如說他曾經呼籲網民 不要再用WhatsApp 又或者他又參加過Clubhouse裡面的討論 而Clubhouse剛剛又被大陸封鎖了 對於一個經常這麼高調發表出格言論的人 難免會引起大陸方面的注意 所以有很多因素 跌加而成 這個特斯拉被約談 至於搞到最後 特斯拉會不會成為了一棵羊狗菜被收割呢 目前這一刻都言之上早 但是遲下如果這個特斯拉 再有發生很多這些汽車自然的事件 那就真是難說了 接下來就談談第三單的消息 東盟委託新加坡一間研究所的東盟研究中心 做了一份叫做東南亞太世的調查報告 裏面有一些民意調查 其中一題就是問 在疫情期間為東盟國家提供最多援助的是哪一個國家呢 有四乘四就認為是中國 一乘八就認為是日本 歐盟就佔一乘 美國就是百分之九 那好了另一條問題就是 到底你是否信任啊 中國是能夠在貢獻全球和平 安全 繁榮和治理上做些對的事呢 有百分之六十三的受訪者就說不信任 信任的就只有百分之十六點五 不信任中國的原因是包括了些什麼呢 比如說擔心中國利用經濟和軍事的力量 威脅其他國家的利益和主權 其實這個不信任程度 就是連續升了兩年 在19年的時候 不信任中國的就是百分之五十一點五 去到去年已經升到六成 今年更加是飆到六成三 其實上述兩組數據已經是反映到 就算大陸怎樣來去施展疫苗外交也好 似乎就沒有辦法動搖得到 東盟國家的民眾對於中國的印象 因為其實他們都知道 中國對於東盟提供的援助是最多的 有四成四認為他是提供了很多援助 可能提供疫苗口罩諸如此類 但是不信任他們的仍然是 就是下暗年上升的 那就是說那個疫苗外交 在籠絡民眾方面就不是那麼臭效了 可能在籠絡政權方面會比較是 下有效果一些 但是民眾對於中國的印象 你見到就是很頑皮的 因為你不信任他 其實就是對他的印象不好 是不是 如果你對他印象很好 就沒理由不信任的 那麼好了 這些民意調查 問得對中國是否信任 他就當然會問你對美國會否信任 好了 那麼有48%的受訪者 就信任美國會做正確的事 這個比例又是連續升了兩年 在19年的時候 只有27%的民眾認為是信美國 去年就升到三成 今年就升到四成八 就是說差不多是翻了一倍的 最後一條問題就很有意思了 他們就問民眾 如果要被迫在中美之間選邊站的話 你會站在哪一邊 六成一受訪者選美國 三成九的受訪者就選中國 去年那個比例 五成三選美國 四成七選中國 就是說 那個分野又大了 多了人站在美國那邊 這個我相信就是跟中國和東盟某些國家之間 他們存在著一些主權爭議是有關的 比如說越南、菲律賓、馬來西亞、文萊在南海是有主權爭議的 而有些國家為他們又覺得 中國的經濟實力太過強大了 可能發展到後期的時候就會支配某些國家的經濟也不奇怪 民眾肯定會有很多這些擔心 再加上一件事就是 在去年事實上 美軍就派遣了很多的軍艦 和軍機去到南海一帶進行軍事演習 這方面我相信 也是使民眾 加強了對美國的信心有關 好了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